老婆不要看 特別企劃 我們來一點點 農民水果 那剛剛那個當然是開玩笑的 這是我媽媽幫我裝的這個 我從小以前裝的所有的懷舊的卡片 等一下我們就會開始跟大家去介紹說 以前是我們童年的玩具 現在變成是幾千塊幾萬塊美金的這些卡片 有這麼容易找到嗎? 我們直接開始 其實我應該都想戴口罩了 因為這個通常 我們還有農民水果的基本的包裝 所以這個開箱完一開始 我們就會說 如果大家有記得 七龍珠悠遊白書的話 這張卡真的超經典 那時候我在小學的時候 那個交換卡 人家這張卡我們可以賣一百塊美金喔 然後如果大家有記得說 以前很流行一個 一紅一藍的那個 然後以前七龍珠就帶了一個這個顯示戰鬥力的 這個就是一個直接會用一個眼鏡去顯示 這張卡的戰鬥力是多少 你看有多蠢啊 OK 所以這是 我其中一部分 可以現在翻起來給大家看 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超讚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不懂的人絕對不知道這張卡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以前在國小裡面 每天放學的時候 然後我們投十塊就會轉出一張卡片 平均 喔不應該是投五塊 那時候投五塊台幣 然後就會轉出一張卡 然後當你投到十五到十六次 也就是八十塊九十塊的時候 這些卡就會出現特卡 這不是特卡 因為 還有撕下來 嗨 所以這個是我們每次都會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說 那時候流行的就是 那時候已經霧飯都已經流行完了 這個是已經 這個叫霧天啦 霧天跟小特蘭克斯的時候 都忘記它的名字是什麼 所以它這個 一拆下來 它的這個密碼是好 我就直接撕掉好了 這個以前我都很寶貝 MAX Onir OK 然後 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一些 喔這個特別這個特別 我們那時候有介紹過這個 Michael Jordan的1994年的卡片 然後這張卡也是 就真的是這樣子 褪色 叫Ronnie Rogers 1994年的魔 撕完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亮麗如星呢 還是一樣褪色 應該有多少 現在的小朋友們不知道 我們這個叫以前玩的黑白雞 黑白雞的掌上型第一代 我們的第一張扣筆 完蛋了 腳上到了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是大家以前小時候玩的東西 我也小時候的樣子 你知道這把劍是什麼嗎 叫霹靂貓 霹靂霹靂霹靂貓 以前的Batman的卡片 以前的小丑 你應該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他非常非常老的一個演員 我很喜歡他 他以前都演老劇 他應該最 應該叫天外奇蹟吧 天外奇蹟的那個老先生 就是模擬他演出來 這個也是 當時七龍珠最經典的幾個人物的卡片 這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劇照卡 中華直蘭 東方界的破萬分紀念卡 CBA的 Curry他爸 Curry的爸爸也是個很有名的射手 Dale Curry 剛才基於我們時間太久 所以我們找了幫手 大家一起來幫忙 把它搭到這裡以後 發覺我們找到了 Alan Iverson的Lukika 剛才Z-Voice也有 然後 最驚喜的應該是 我們猜到了三張 不是猜到 是找到三張 Coby Bryant的Lukika 然後 我剛才找到這張的時候 我有嚇到 我以為說不定 我有機會翻到 Coby的Lukika 但是沒有 所以那個真的很難中 然後 還有兩張 Checklist 這個是以前 如果常常在那個 CV11 猜的話 這個其實是給小孩子 看好玩的 然後 說不定現在這個也很多錢 但Checklist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沒有很多錢 然後 MJ還有幾張 也是 然後大家應該也知道 這個以前都是那種 很小很小很小的 瀑布卡 然後 歐尼爾 然後更好玩 我們還有 慈母鋼線 還有 青眼白龍 然後 還有 快打旋風 快打旋風也很特別 這也算是一個 蠻特別的 特卡吧 SKYBOX的 李居民 Denis Roderman 然後 以前的雙人球星 來 好玩的 美少女戰士 美少女戰士 然後 Tony Kukocchi的 FINENESS 這個大概是 第幾年代的 1996年的 第二 第三年的 這個FINENESS Tony Kukocchi 還沒有試過的 然後 湯姆熊彩票 所有人的回憶 來 給大家看這個 24號 料不料 你們說24號 跟Kobe有什麼關係 不是 他是834 兄弟像 他有出球鞋耶 他的slogan 好像有 以前這樣子 比較起來有點多 叫 專心走路是對的 但 偶爾注意一下周圍 你會發現 有越來越多人 已經穿上兄弟像 這個也蠻特別的 悠悠白書 悠悠白書 好 來 這就是看到 最悲慘的Michael Jordan 你們可能沒有注意看得到 他其實中間已經被折成一半 這是Michael Jordan 簽名 銀簽 但是 硬的 不是 清簽的 天啊 Wendy漢堡 後面還有所有的店 我們 現在拿去 說不定還有8折 不可能 這個叫做 城市獵人夢波卡 職棒元年的陳正宗 職棒元年的卡 1990年 中華職棒 元年 OK Chris Weber 大概就這樣 球卡的整個市場 是從1995年 就是剛才那個 Chefone Mabry的那一年開始 開始 從 Kobe那邊 開始出了很多很多的 鑑定 還有很多很多的簽名 但是在他之前 是出了大量大量的普卡 是讓所有的人都覺得 有一些球卡值 讓他有一個存在的價值 但是1996年1997年之前 有看過我們觀眾的朋友 就會知道說 他們注入了很多 親筆的簽名 今天已經不是一些 小孩子的玩業了 也是大人的玩具 開始從1996年到1997年 後面開始去出現 更多大量大量的 這都是敗於 可能是MJ 跟Kobe的效應 說是MJ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Kobe那時候還沒有到 那麼樣那麼樣的風靡 所以就MJ的這個整個效益 讓大家發覺 出卡商也發覺 有這樣的鑽頭 那我們再來做 更luxury的商品 更誇張的部分 我還記得還有一張是 Kevin Garnett 跟Kobe的雙球衣 他們是先從球衣開始放進去的 所以簽名跟球衣 最後讓你更靠近這些球員 最後最後到我們現在衍生 到了2021年 這些球卡已經五花八門 經歷了世代的這些淘汰之後 再回過頭來 再審視這些以前的老卡片 不知道你們自己 有什麼樣的感覺跟回憶呢 職棒元年都翻出來了 我們現在在猜職棒快30年的卡片 然後今天翻出職棒元年的卡片 還有這個中華自然的CBA 東方借德的卡片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在這些懷舊 跟這些大人們的玩具跟收藏當下 你們參與了多少 我們老婆不要看懷舊系列 我大概也只能出到這一版本 然後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大家可以自己來反映一下自己以前有抽過哪一些 我在這邊我沒有猜到的部分 說不定我們可以召集其他的這些網友們來收集 我們來出第二集是網友們的這個 收集懷舊的這個系列 老婆不要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